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礼拜的AI界超级精彩 就像一场高手对决 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线在打PK 关键字就是这两个 一个叫整合 另一个叫特化 你看哦 一派是像Google 想把AI装进你每天都在用的工具里 来个全面的生态系大升级 另一派呢 像是OpenAI 专心打造特定领域的超强武器 那到底哪条路才是未来 我们就来深入看看 好 我们先来看Google这边 他们这礼拜的策略啊 超级明确 就是不让你去学什么新工具 而是让AI直接住进你最熟悉的地方 不管你是用笔记本 翻译APP 还是搜寻引擎 通通给你来一次智慧大升级 这次升级里面 我觉得最有感的 绝对是Notebook LM跟GEMINI的合体 你是不是也觉得 以前跟AI聊天 超像在跟一只只有七秒技艺的鲸鱼说话 你 诶 要一直重复讲背景资讯 它转头就忘 但现在不一样咯 Notebook LM就像是给AI一个外接的长期技艺大脑 而GEMINI就是那个超强的思考引擎 哇 这两个一结合 你的AI总算不再健忘了 那这次整合的具体容量 到底有多夸张 就是这个数字 300 你没听错 付费版的Notebook LM笔记本 现在可以放进去 整整300个独立的来源档篮 就算免费版也给你50个 这跟以前在GEMS里面 大概只能参考10个档篮比起来 根本是天壤之别啊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它已经从一个小工具 进化成一个真正专业级的知识库了 你把整个专案的资料 都喂给它都没问题 如果说容量升级是硬体强化 那接下来这个新功能 根本就是软体上的核弹机更新 这句话说得超好 手动整理资料的时代正式结束 诶 这讲的就是Notebook LM全新的资料表功能 它就是要来解决我们每天处理 一堆杂乱资讯的最大痛点 来 我们直接看一个超实际的应用 想象一下你开完会 把那一长串乱七八糟的会议组自搞 直接丢进去 然后只要下一句超简单的指令 它帅一下就伸出像这样 结构超清楚的代办事项表 但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个 是它不止列出要做什么 它还能自动从对话里抓出 这件事谁负责 甚至帮你判断优先级 我的天 这省下来的不只是整理的时间 是整个团队来来回回确认的沟通成本 说到这个 这些功能真的非常强大 可以用的地方也超多 如果想看我们一步一步拆解 手把手带你操作 可以去看我们频道之前 关于Notebook LM的深度介绍影片 连接我会放在资讯栏 看完保证你也能把AI 打造成你自己的超级大脑 好 Google的大脑升级了 那它的心脏呢 也换了个新的 Gemini 3 Flash 现在正式登场 而且直接变成Gemini App 还有AI搜寻里面 免费的预设模型 它的核心亮点 其实就一个字 快 完完全全 就是为了那些 需要及时反应的任务而生的 您从数据上来看就很清楚了 它的价值主张非常明确 跟前一代的2.5 Pro相比 速度直接快了三倍 成本大幅降低 但性能 诶 还是维持在高水准 这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代表什么 很简单 这是我们每天在用的免费AI服务 不管是快速查资料 还是及时聊天 反应都会变得咻一下 超有感 等于是Google送给大家的一个 免费大升级啦 Google这种整合策略 也延伸到了跨语言沟通上 在Gemini加持下 Google反应 迎来了一个杀手级的更新 就像这句话说的 你的耳机 现在就是你的个人口译员 最新的即时翻译功能 能让你任何一副耳机 都变成你的贴身翻译 超厉害 这次升级的关键在于 Gemini 让翻译变得更懂人话了 举个例子 以前翻译英文成语 Stealing My Thunder 它可能会给你一个 很尴尬的直译 像是偷走我的雷声 听了满头问号 对不对 但现在AI能理解上下文 直接给你最道地的说法 抢了我的风头 它能听懂理语 保留语气 让沟通不再只是字面上的转换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好 看完了Google这种全面渗透的整合策略 我们把镜头转到另外一边 来看看OpenAI 他们的策略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求什么都做 而是专注打造特并领域的精密武器 每一次更新都像手术刀一样 精准地瞄准专业工作者的痛点 他们旗下的图片生成模型 迎来了全新的GPT Image 1.5 这次有四个关键升级 第一 精准编辑能力 让你像用Photoshop一样改AI图 第二 角色一致性 这对想用AI画漫画或系列故事的朋友 根本是天大的好消息 第三 速度提升四倍 几乎是及时生成 第四 文字生成能力有改善 虽然中文字还是有点小痛点 不过别担心已经有解法咯 这个精准编辑到底有多强 你想象一下 只要用一句话 就能帮照片里的人完美换装 比如把T-shirt换成西装 而且还能完整保留 它的脸部特征跟背景细节 这种直哪打哪的能力 让AI修图的实用性 真的是大大提升了 接下来这个是OpenAI 在程式码领域的重磅武器 GPT4.2 Codex 要理解它有多猛 你得先懂一个概念 叫做代理人式编码模型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简单讲 它不再是那个你问一句 它答一句的程式码字典 它现在是一个专案经理 加资深工程师的合体 可以从规划执行到除错 自己一个人搞定复杂的开发任务 你看这张图就知道有多夸张 它在专业资安评测上的进步 从GPT5.5.1 再到现在的5.2 Codex 能力根等是跳跃式的成长 这代表AI不只会盖房子 它现在还具备了专业骇客等级的能力 知道怎么抓小偷捕破网 这当然是个超强的防御工具 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所以OpenAI对它也采取了更谨慎的部署方式 当然啦 这个AI战场上 可不只有Google跟OpenAI这两位巨头 Meta和Manus这礼拜也推出了重要更新 把战线从桌面软体延伸到了穿戴装置 和更专业的设计领域 Meta智慧眼睛的更新 聚焦在强化我们现实世界的体验 全新的对话聚焦 想象一下 你在吵得要命的咖啡厅 但戴上眼睛 对方讲话的声音就像自动加了聚光灯一样清楚 另一个有趣的功能 是跟Spotify的视觉联动 你只要看着一张专辑封面 眼睛就会自动播那位歌手的音乐 这超酷的 根本是把现实世界变成你的遥控器 另一个专攻高手领域的工具 Manus 这次也升级到了1.6版 而且也没在客气 它推出了更强的Max代理人 能理解更复杂多步骤的指令 你甚至可以只用嘴巴讲 就让它帮你打造一个手机APP 同时还新增了互动式的设计检视功能 让你可以直接在画布上编辑AI生长的图片 兼具了AI的创造力 和传统设计软体的操控性 好 看完了这礼拜 这么多重要的 更新 我们稍微退后一步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看 这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核心趋势 很明显的 AI的发展正走向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整合与特化之争 这礼拜所有的情报 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未来的AI不会只有一条路 而是两条同时在高速前进的平行大道 Google走的整合路线 是想利用它庞大的现有生态系 把AI变成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 让所有人都能用到 而OpenAI走的特化路线 则更像是打造给专业人士的F1赛车 追求的是极致性能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代表不管你的需求是日常便利 还是专业突破 未来都会有对应的AI方案可以选 最后为大家快速回顾本周的四大重点 第一 Google正在把AI全面植入你的工作流 第二 OpenAI专注打造精英级的特化工具 第三 在Gemini Flash的加持下 我们日常的App正在变得更快更聪明 而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AI正在从一个聊天机器人 真正进化成能帮你完成任务的行动协作者 这才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地方 请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哦 我们下周见哦 拜拜